机电大厂东元集团旗下连昌电子 控告前董事长黄玉仁 涉嫌在2018年间签署假合约 把1.5亿元汇往海外 造成了公司损害 昨天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调查局搜索 并且约谈黄玉仁 讯后依违反证交法100万元交保 昨天晚间连昌前董座黄玉仁被移送北检的时候 多次对记者比出了三的手势 黄玉仁去年因为争夺东元经营权而父子决裂 辞去了连昌董事长相关职务之后 遭控告担任董座期间涉嫌不实交易 掏空了连昌1.5亿元 针对指控黄玉仁曾经发声明反驳 检调昨天是缤纷两路搜索并且约谈黄玉仁 讯后依违反证交法非常规交易 以及背信等罪嫌10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他出境以及除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